眼前这个女人耳鸣昭著却能能美惑众生 她是一个忠于欲望的女人 也被人称作行走的魅药 丰伯二兹最爱的就是钱 为了钱她什么都做 无数富商名流都深受她的魅力所用 她擅长使用自身女性魅力 从任何男人那里得到她所想要的一切 就连女性见到丰伯二兹都只能感慨 姐姐你不用把性别砍得那么死 给个机会呗 而就是这样一个性感妩媚的大美人 却从事过杀手小偷 等一切来钱快的职业 连米花严王爷都是她的朋友 但那时她的人除了知道丰伯二兹 是出生在日本之外便已无所知 是一个迷一样的女人 这次她盯上了一位极为富有的神秘教皇 跟随她的那些教徒 无不是奉上了自己全部财产的可怜人 他们都被教皇催眠 洗脑 终着沉溺在迷幻的精神世界 不可自拔 丰伯二兹对这些人没有怜悯之心 她主要是盯上了教皇的宝藏 在婚礼即将开始的时候 她把强效催眠药放入口中 趁着与教皇亲吻的空档把药送进了她的嘴里 即便意识得不对劲 但全天下没有哪个男人 可以抵挡主动的封伯二兹 眼看教皇全身疲乱地被封伯二兹拖入洞房 一个名叫鲁邦的怪盗却坏了她的好事 她是一个有个性的怪盗 只为了自己的兴趣去偷 并且绝不会偷好人的东西 甚至每次偷窃之前都会先给目标法通知 只因为她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 她策划的每一次行动基本没有失败过 要说她唯一的落点那便是沉迷女色 所以在见到风波二兹的第一面后 她同样被倒在这妖老的女人面前 而教皇觉得两人对峙的时候醒来 新娘变小偷 这是听大的笑话 所以教皇下定在隔天立刻处决二人 在监狱中的两人都互相知道对方的身份 经过商业互追 风波二兹进一步行动 她利用自身引诱弩邦帮 在她面前缓缓解开了异物 之后引来的士兵再在赃架 或给弩邦帮搞她非礼 弩邦吃着哑巴窥被人带走 而风波二子则继续引诱士兵 总而找到机会逃离了监狱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除了色相以外 没有别的过人之处 但恰恰就是这一项 就足以让她为所欲为 她从监狱逃出后 只兵一点麻药 就只身在此前路教皇身边 她的疯狂彻底吸引了弩邦 在后来风波二子遇到危险的时候 弩邦便会出手相助 两人来到一座放有巨大佛像的密室 而这里就是教皇的真正宝藏 所谓的催眠洗脑不过是教皇的把戏 她真正敛财的方式 是自造药丸通过水路来运输 原来所谓的宝藏 只是特制了麻药 龙邦已经通知了国际行径 但没想到教皇 请发疯地打算毁掉整个工厂 来销毁证据 龙邦寻说带着装有喷射器的麻药佛像 朝着外面飞去 占便宜可以 但抢钱就不行 风波二子虽然没把 龙邦之前提过的比赛 放在心上 但此刻却绝不允许 她这样带走麻药 两年展开了 她逃她追 她插翅南飞 古人最终佛像被风波二子击沉大海 在海水侵蚀下 佛像最终变成无数粉色药物与大海混合 这将这些都捣毁了教徒们 最后的狂欢 风波二子和鲁邦 趁着教徒们的疯狂 趁乱逃跑 这次冒险 风波二子啥也没闹着 但鲁邦就不一样了 在风波二子的大腿上 赫兰留着鲁邦的通告 这便是世纪大道 怒邦和明智女道 风波二子的最初邂逅 一个终于欲望的女人 要有多诱人呢 风波二子对金钱的兴趣 远胜过于男人 所以赌场自然是她最喜爱的天堂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她就赢得盆满钵满 但这点小钱对她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风波二子想要的刺激 可不止于一次 逻场老板娘突然提出 要用整个赌场做赌注 而风波二子只需要压上自己 她的美貌足以拥有这种价值 如此刺激的玩法 再让风波二子产生了兴趣 但结果可想而知 风波二子成了老板娘的人 对于这个哪怕是女人 也会沦为她美貌的 扶怒的女人来说 老板娘更在意的是 风波二子的能力 她叫尼诺 是一个全世滔天的黑道大佬 但这一切都是 那死去的丈夫留给她的 尼诺希望风波二子 完成她的两个请求 届时可以让她恢复自由 第一个请求是要风波二子 从一个叫次元大戒的男人身上 抢走一把马格兰左轮 她是一个无敌的保镖 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棘手的男人 可这个男人去杀了尼诺的丈夫 她要亲手替丈夫报仇 但想要引这个男人出现 只有夺走她那世作 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枪 才有可能 而第二个要求 则是要风波二子 引男男人后 见证她完美的复仇 现在大戒在一个老灯身边做保镖 这个老灯是一个荒芸无度的老色批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举行一个美女选拔 被她看成的女人 就会成为她的情人 从而得到物质上的绝对满足 尼诺相信风波二子的美貌足以胜任 而这只能接近大戒 而不被起疑的最佳方案 一切是奴尼诺所想的一样 风波二子顺利地得到老灯的欣赏 她也终于见到传说中的无敌保镖 至于风波二子不知道的是 这个保镖还有一个身份 米花史森是她的儿子 得到风波二子这能有误的老灯 生怕她会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 这边要求大戒也要保护好新的夫人 这边给了风波二子的机会 她趁脑洞外出的空隙 把大戒骗到了屋内 本以为世上除了努邦那呆瓜 或许没有蓝人能抵御自己的美色 但大戒的警惕性实在太强了 原来想要刺杀老灯的人很多 半成型的两女杀手也不在少数 而他们首先要干掉的必然是大戒 这也让她对任何人都会产生怀疑 风波二子裤裆的匕首被她掏了出来 但即便如此 风波二子也丝毫不慌 随便用护身为借口探测过去 会让这个别角的借口更有说服力 风波二子干脆宽衣解带 一真清白 她的魅力最终还是起到了作用 大戒忍不住回忆起了一个女人 她性感妩媚 可绝对活着感到困惑 常常把死亡玩弄于鼓掌之间 大戒原先是雷诺丈夫的贴身保镖 但雷诺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她对任何人都不信任 以至于总会有亲生的脸头出现 但绝恰好被大戒所救 以杀人为工作的她为何会救自己 雷诺宁为大戒不应该拥有感情 可一个再冷酷的人 心中都能找到些许感情的碎片 就如同雷诺一样 再怎么自暴自欺的人 心中也能找到些许希望的碎片 大戒看出雷诺其实并不想死 这些话让雷诺愣住了 云南男男的温柔是这般的致命 雷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 从这天之后 她可以与大戒有了更多的交集 即便丈夫因此有些许的不满 可雷诺也并不在意 甚至越来越过分 越来越疯狂 她躺在教堂的棺材中引诱大戒过来 随便把枪的拉路 狭隘的空间没有似合阻碍 他们在这一刻将彼此交付给了对方 后来丈夫发现他们的情况 对雷诺的爱让他忍住的怒火 可他却无法忍受大戒带给他的伤害 他提枪就要去杀了大戒 争执之间 雷诺无意开枪杀了丈夫 最先赶来的大戒 夺走了雷诺手上的马格兰佐伦 独自背上叛徒的头衔逃亡 最后来到老灯这品干活 而就在大戒时神的回忆这些过往时 风波二子趁机吻上了他 他看穿了眼前这个男人此刻的楼落 玫瑰总是带刺的 他还嘴唇涂抹了药物 只见大戒浑身疲乱 风波二子任务完成 他留下雷诺的留言 在和你温存的地方等着你 只是他有些好奇 大戒真的会去吗 可雷诺却很自信 他一定会来 果然大戒之身一连赴约 他对风波二子偷走马格兰佐伦有些不满 那是他的过去 是他的生命 对于雷诺 大戒的心里充满复杂 可雷诺却十分感谢大戒 闪风点火 自己修弄大戒 木诺大戒终于对雷诺动了杀心 在解决万众多小敌后 他与雷诺对峙 虽然雷诺毫不犹豫开枪 只见他应声倒地 大戒这时才发现 那把马格兰佐伦根本没有子弹 雷诺对他的感情是疯狂且病态 对于被手爱之人杀死 他并不害怕 他的心是残缺的 是大戒的温柔填补了这份空缺 就像他们的爱情 从开始其实就进入了坟墓 他们两人注定无法走在一起 他策划了这场死亡 其实从头到尾 他对丈夫都没有任何感情 而丈夫似乎也能感受到 所以才会对大戒说出 他不是我能驾驭的人 但丈夫对他的爱过于深沉 也至于将战友与爱化为等号 风不二自认为 尼诺在某些方面和他有些相似 但他绝不会像尼诺一样被过去杀死 他无论如何都会逃掉过去的追赶 至于大戒 他打算放弃杀手的职业 毕竟这是一个只要有一丝犹豫 就会丧命的高危职业 现在的他有了感情 自由自在的盗贼 好像也还不错 但常年在这些灰色行业中行走 即便是风不二自 也有被抓起来的时候 不过他用自身魅力吸引了警长 这才重新得到了自由的身份 不过警长要求风不二自 递他办一件事 有一个被世人奉为女神的歌剧演员 爱安 在前不久因为意外而导致毁龙 后来他带上一副 价值年轻的宝石面具演出 知道爱安的能力不见反增 女神气质瞬间变为女王 就连警长也是他的头奥粉丝 不过有一个叫努邦的盗贼近公开 要取走这副宝石面具 风不二自听到努邦名字有些错愕 这个该死的男人 占尽了自己便宜 还抢走他的宝物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警长 要他保护面具的任务 以贼亲贼 在蛆虫们护折后腿的时候 急于致命的打击 很快风不二自 就被带到了爱安演出的地方 熟悉环境 然而这里结构复杂 规模宏大 就连工作人员都还没彻底摸金 整座建筑的全貌 他的屋顶是著名蜂蜜品牌的生产地 而地下隧道 城市可以连接城市各个角落 那而最让人惊讶的 还得是幽灵传说 这座建筑据说闹鬼 有人见过幽灵出没 甚至有传言 爱安戴的宝石面具 便是幽灵赠予的 那而就在风不二自 设席环境的同时 龙帮其实早就潜入调查 风不二自被安排灯台演出 来贴身保护爱安 可却还是被努帮找到机会 奴走 一盏吊灯从天而降 警察更是发现一个可疑人物 可此时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与歌剧魅影中的情节一致 观众魂难没发觉 舞台上的演出完全就是意外 爱安只能凭借临场发挥 但观众误以为这是即兴表演 在第一个节目落幕后 他便因惊吓而晕倒需要休息 经常提议当身高体型 都与爱安差不多的风不二自 上台代替 反正只要戴上面具 谁都可以是爱安 届时舞台的升降装置 会在20分钟后与真的爱安互换 而这个时候是守会最松懈的时刻 或许便是努邦出手的最佳时刻 可时间还没到20分钟 风不二自就被升降装置拖了下去 灌在了一座地道 他在这里看到一张纸条 移动到右边底五个标记处 直到这时 风不二自才意识到 所有人都会稀傻了 爱安根本没有受到惊吓 那张灯的掉落不是意外 此时爱安已经重新来到舞台演出 并且传说中的幽灵 竟然突然出现 劫持了爱安 他表示不可能把宝石面具交出去 但努邦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拿到 他早在头肩上 设置了蜜蜂最喜欢的音频发生装置 楼顶饲养的蜜蜂 成群结队地朝着爱安扑了过来 宝石面具被他摘了下来 所有人这才发现 原来这个爱安也是假的 他是负责演出小道具的诺拉 在所有人失神的片刻 努邦立刻从天而降朝着宝石面具扑了过去 可是被幽灵抢先拿走 警察兵分两路 嘴赶幽灵和努邦 身为怪盗的努邦 自然不可能那么简单地被抓到 而幽灵则似乎对整座建筑的环境特别熟悉 没疑惑就甩开了警察 可他的身份却被风波二子碰巧发现 原来他是歌剧院负责大型道具的达伦佐 而真的爱安也神传幽灵服饰 从黑暗中走出来 原来爱安的毁龙是他刻意所为 他在爆红的时候爱上了达伦佐 可这份恋情不被任何人支持 很多事情也早就没有选择权 后来他发现诺拉的歌唱天赋 于是便在把他培养起来后狠心毁龙 给了所有人需要佩戴面具的理由 这够让诺拉代替爱安登上舞台 男和努邦的出现就让达伦佐害怕 他不在意面具的价值 只要这样一来就会暴露爱安的身份 不过后来他们有了另一个计划 用努邦的出现来打破爱安的束缚 彻底完成诺拉的梦想 爱安相信所有人也早被他歌声所折服 而那些还在追寻爱安的人群 也会因为这个事件而消失 因爱而活 为恋而生 这实在太浪漫了 最后那价值连成的宝石面具 被爱安丢入火炉当成了烧汤的柴火 在爱情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可方布尔子却不这么认为 想要俘获他的心 或许你得拿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才可以哦 方布尔子认为只有宝物才能衬托他的价值 只有在不断偷窃的过程中 才能升华为更独特的存在 对金钱的绝对执着虽然有些肤浅 但他对自由的向往却深深吸引的努邦 对于发出过犯罪预告的宝物 龙邦就一定要拿到手这是他的癖好 但想得到方布尔子的心 或许只有拿出这世界最珍贵的宝藏才能得到 龙邦从他一束可以变换颜色的西游宝石玫瑰 但这份重力只能用来偿还他投侃的代价 不过看在他这么自着的份上 方布尔子决定给龙邦也一次机会 听说最近在埃及发现了新的金字塔 其中有一样宝贝红与之笑孔雀 传说只要得到这个孔雀就能享尽龙华富贵 一切尽在不言中 方布尔子迫切地想要得到他 然而这次盯上孔雀的人 除了那些逻辑盗贼以外 还又因为女人而决定金门洗手的杀手赐猿大戒 自从艾伦离世后 他自去有保镖和杀手的职位 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 可身边的人却很畏惧他的气场 甚至才刚打埃及就被一个小孩骗了行李 没有盘承的他打算卖掉那把珍贵的马格兰佐伦 当铺老板娘一眼看出了大戒的窘境 又是便把红与孔雀的消息告诉了他 关于金字塔的诅咒大戒一点都不当回事 他十分清楚这些所谓的诅咒都只不过是疾管罢了 似乎相算计的阴谋 才刚踏入坟墓的大戒 就遇到火焰形成的法老王警告 这个足以下对众多盗贼的可怕诅咒 大戒却丝毫不慌地采算了他的真帽 用油勾勒书的图案有什么可怕的 很快法老王背后的鲁帮就被大戒揪了出来 这是世界顶尖杀手和神秘怪盗的脚量 然后鲁帮却还是略逊一筹 大戒利用环境将鲁帮困扎落石中甩开了他 之后遇到的机关陷阱都差点要了大戒的小命 这似乎比做杀手还要危险 很快他就来到防着秘宝的密室 可鲁帮却在这时突然出现 但大戒一点都不惊讶 他的马格兰佐伦的弹夹 被鲁帮投换成了威力更加巨大的爆裂弹 这也是大戒多次遇到危险能化险唯一的关键 两人开始合理解决最后的机关 可不想要去同时被卷入流沙陷阱中 风波尔子在这时候也突然出现 其实通往密室还有另一条通道 那里的机关都已经坏掉了 这罪名告诉努邦是因为舍身夺取宝藏的男人 更能莫得女生的房型 根据地图显示 被卷入流沙中心的人会被嚼死 而他的血液会唤醒沉睡的恐惧 真正的宝藏将会出现 风波尔子并不在意会牺牲谁 就在宝藏大门缓缓打开时 风波尔子还在猜测是谁牺牲 可大剑和努邦却同时出现 原来开启宝藏的关键 这是血液 至于是不是人的血液并不重要 所谓密室中出现的木乃伊 便被他们当成了共品献祭 直播木乃伊包裹的是一群毒蝎子 他们蓝色的血液流入了孔雀壁画 红与只孔雀终于出现在了风波尔子面前 可整个密室突然关闭了所有打门 舍不清了毒蝎子从四名八方涌来 努邦观察四周环境塞测 这个密室一定有特殊通道 那是工匠为了防止自己被活埋而撤制的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注口 可是想要出去就得放下手中的红与孔雀 这是风波尔子万万不能接受的 但他受到阳光照射的红与孔雀 竟变成了蓝色 象征龙王富贵的红色 似乎只能永远游在金字塔中 他注定无法被带到外界 被食人欣赏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结果 虽然努邦成功拿到了红与孔雀 但显然风波尔子并不买账 他正计划承认鲁邦去挑战难度更高的宝藏 看来想要得到这个女人的心 恐怕不丢条命是很难做到的 大家不理解鲁邦 为何会对风波尔子这么伤心 而有一个流浪武士石川 也搞不懂为什么风波尔子那么的诱人 他本来是接受了一个男爵 委托暗杀国王的任务 在当时的日本根本没有武士的浓身之所 所以石川一直把自己称作流浪艺人 但是在这些行动中 却偶遇了伪装成老师的风波尔子 他的美丽和温度深深吸引了石川 夜车上那些小孩的崇拜 也坚定了石川的武士之道 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的他 被风波尔子和孩子们当成了朋友 所以他在后来撕毁了与男爵的协议 帮助风波尔子保护了列车上的孩子以及国王 风波尔子接近国王的目的 是投契那价值连城的国王腰带 他在离开城堡的时候遇到了石川 对于风波尔子的倒贼身份 他并不排斥 反而感到更加兴奋 因为这样一来 他们都是同为天涯沦落人 谁都没有真正的朋友 石川希望风波尔子可以做他真正的 还没等石川说完 风波尔子就主动吻上了他 这对一句有言再会 石川的心已经彻底被风波尔子复获 他是真的真的好想风波尔子 做他真正的女朋友啊 风波尔子最该死的魅力 到底有谁能扛得住我不知道 但我只要连心中拥有绝对正义的警员 都差点被他所获 风波尔子伪装身份 潜入贵族女校当老师 这对女学生很少与男生接触过 所以外貌就连女人都嫌慕嫉妒恨的风波尔子 称了所有女生的爱慕对象 绝对着投足间都在散发着 成熟女人的性感妩媚 风波尔子这次盯上了一位叫 一所雷特的少女 他的父亲发表了两篇 足以轰动业界的物理论文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发表 就突然逝世 为了不让自己的成果被其他人利用 他把论文分成了两份文件 只有同时得到两份文件 才能解开他留下的论文 其中一份文件 就藏在了一所雷特胸前的吊坠 风波尔子在一次偶然中 接近了一所雷特 温柔地拂去了他的泪珠 那细腻温柔的语气 当一所雷特有些恍惚 从这天之后 两人就时常走在一起 风波尔子用自身魅力 一步一步让一所雷特 成为了他的妇怒 身边的女同学 十分嫉妒一所雷特的待遇 他们找了一个时间 减缺一所雷特的头发 在夜深临近的时候 楼楼楼的少女 主动奢求风波尔子的关怀 看着胸前的吊坠 他知道时机到了 他一步一步 引诱着一所雷特动情 可在关键时刻 风波尔子却被放倒了 眼前的一所雷特 竟是警员奥斯卡 他早就要到了风波尔子 会订上这篇论文 一切贵重值钱的东西 都是他的猎物 所以在一所雷特准备入学之前 他就伪装成一所雷特 等待风波尔子的接近 奥斯卡最崇拜的人 是警长前行 可他永远忘不了风波尔子 这该死的女人 竟引诱了警长 他一直把风波尔子 视作一头母猪 但又无得不承认 他有好几次 差点就要拜倒在他的石榴群下 风波尔子被奥斯卡控制了起来 接下来 他要等待怪盗努邦的出现 用相同的伎俩抓到他 在三个月前 他们就收到了努邦的偷窃与告信 奥斯卡继续打翻成一所雷特 在校园里闲逛 果然努邦想也没想的 就奴走了他 结果就掉进了奥斯卡 设置的陷阱 这起关枪出现得非常突然 昨天还在击辅奥斯卡的女生们 竟然这时化成为极强狂徒 目的也是为了把努邦逼到学校花园 这里早就被奥斯卡改造成了监狱 大人有毒气体喷洒而出 奥斯卡激动的 打算跟警长汇报这个情况 不料对讲机那边 警察那样风波尔子的声音 原来他早就逃出生天 不仅如此 奥斯卡胸前的吊坠 早就被他吊包 但奥斯卡就在这吊坠 加了一层防护 只要密码输入错误 就会摧毁里面的文件 他有些得意这个操作 可下一秒 他就听到了警长的叫声 啊要死了要死了 风波尔子用奥斯卡 最崇拜的警长走为一些 如果不说出密码 就会对警长严心考纳 最终奥斯卡说出了密码 可其实警长根本没有被抓 他听到的声音 只是警长之前 与风波尔子全色交易时的声音 风波尔子趁警长不注意 偷偷露了下来 等奥斯卡反应过来时 发现花园监狱的努邦 也逃出生天 他所做的一切努力 全都化为抛营 对风波尔子的憎恶 达到了顶点 在奥斯卡的眼里 风波尔子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男人 而为了得到他想要的宝藏 风波尔子确实可以牺牲很多 哪怕是在监狱里受尽酷刑 他打听到 有一个叫卡利普的国家 有大量的油田资源 为了得到这片油田的下落 他竟伪装成战地记者 潜入了这个国家 此时卡利普正在发生企业战争 以菲拉蒂尔为首的革命家 正即将推翻旧政府的统治 风波尔子不幸地被旧政府的士兵 抓到监狱严刑拷打 是菲拉蒂尔带人前来营救 他的美貌深深吸引了菲拉蒂尔 即便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绝不简单 但还是忍不住 把她留在了身边 最后菲拉蒂尔胜利 卡利普可以正式向世界寻告主权 菲拉蒂尔也决定前往联合国发表演讲 以此唤醒更多人的觉悟 其中 合众国与联邦国坐不住的 但想到菲拉蒂尔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 两大国之间的平衡 说不定会因为这个实干家而彻底打破 所以他们要阻止菲拉蒂尔去联合国演讲 如果可以的话 提前做掉那是再好不过 但谁也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 这第一枪可不好开啊 在前往联合国时 菲拉蒂尔竟带着风波尔子前往 不过这档飞机竟被旧政府的残档挟持 菲拉蒂尔一点都不意外 这次前往联合国的路上必定艰难险阻 说不定就死在路上也很正常 这些残档要菲拉蒂尔说出油田的具体位置 但他却说 其实卡利普根本就没有油田资源 前政府是为了在交涉中 暂去有力位置才捏造这个传闻 而其他国家也确实不在意这份资源 他们更在意的是导弹基地的建设 油田的存在只能是锦上添花 突然空中出现了多架飞机 这是合众国与联邦国前的暗杀菲拉蒂尔 可以带在这里发生地方主义的碰撞 就会成为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就在局势陷入僵持时 凤波尔子趁着就产党慌暖的空档 以往自己灵活的脚趾从菲拉蒂尔身上拿到了剪刀 对于战争他不感兴趣 他关心的是那片油田到底是否存在 菲拉蒂尔偷偷跟凤波尔子说出了油田的具体位置 虽然知道他幕后肯定有人 但总比把这个情报交给大国们要好 这次前往联合国 他还有公开油田不存在的既定事实 这样就能让卡利普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纷争 就要两人看看俄谈时 银河谷终于忍耐不了 减发制人 之前两发核导弹 朝着菲拉蒂尔的飞机射来 突然一个武士乘了飞机朝着导弹迎面而去 手机倒落 两发导弹竟被他的刀切成了两半 这都是日常操作 毕竟火磕土角提核弹也是一小场面 其实凤波尔子早就和武士十专联手 他们都是第三方势力找来暗杀菲拉蒂尔的刺客 现在两人全都倒台帮助他 最终菲拉蒂尔如愿以偿地到联合国发表演讲 至于凤波尔子还有石川 他们此时来到了一处海滩边 菲拉蒂尔所说的油田就在这里 可石川很奇怪 凤波尔子为何最后不暗杀菲拉蒂尔 难道他改邪归正了吗 在石川眼里 他是不理世俗和道德 只对金钱和自由感兴趣 他不知道凤波尔子还会为了达到目的 而牺牲身体 甚至是背叛队友 凤波尔子究竟为何会变成这样 其实他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他无论如何都要摆脱这可怕的过去 一位冷业少女被能拍卖一百万美元 他的全身被涂满神秘花纹 双眼更是诡异的花童 台下男人兴奋地喊价 从两百到三百 价格一路狂飙 可拍卖场突然坍塌 一位神秘人竟打算挪走少女 台下次元大界 领忙开枪阻置 龙帆和世上台拦住神秘人 混乱场景 让少女跑出了会所 但最终还是被大界和龙帆找到 他们对这个身体被当成画布的少女 很有兴趣 他只有最基本的本能 连话都不会说 从初生就被当成了活艺术品 这被当成一幅画来看待 就在两人有些感慨的时候 方布尔兹突然袭击 原来神秘人救治他 对于这个少女 他实在必得 以往放荡不羁的笑容 此刻荡来无存 脸上只有严峻的表情 在逃跑的途中 大界发现方布尔兹 并不是想要强作少女 而是想要杀了他 在第一次见到少女的时候 方布尔兹竟唤醒了大脑深处的记忆 在回忆中 他被人各种虐待折磨 身边还有一个可怕的 猫头鹰脑袋的怪物 虎视眈眈 他就这样被困住 无法挣脱 好不容易把这份回忆忘却 可少女的遭遇 却产生共鸣 与其说要杀死少女 还不如说 要斩断她的过去 其实关于这些秘星 鲁帮全都知道 为了让风波尔兹冷静下来 他带着大戒 不断躲避风波尔兹的攻击 总算找到机会 抢走了他的枪 鲁帮冷静地 拆穿了风波尔兹的内心所想 室温落魄地离开 不知如何是好 而画布兽女 则被鲁帮他们 擦拭掉所有涂料 送到了安全的地方生活 接下来 他又继续调查 关于风波尔兹的过去 其实 鲁帮与风波尔兹 蜂蜀相遇 并不是偶然 而是一个伯爵 委托鲁帮 将风波尔兹偷来 对这个伯爵背后的势力 鲁帮多次调查 却险些差点送命 风波尔兹讨厌鲁帮 是因为在第一次碰面 他就抢走了自己的宝藏 而那能让人 置换的宝藏 其实 都是伯爵背后势力 研发出来的 接亲戚帐 也早就盯上了 伯爵背后的制药公司 但是在多次调查中 也差点送命 给他们造成最大困扰的 就是那能让人 瞬间置换的药物 根据线索 他们找到一座 不被世界承认的城市 所有的一切 都在世界上被抹粗 在这里 鲁帮发现了 伯爵子的身份 原来伯爵子的父亲 是伯爵背后的 制药公司的 重点研究负责人 他们为了篡改能格 而不断实验 甚至在后来 将女儿送上了手术台 他们研究的药物 可以让人瞬间置换 并产生强烈的攻击欲望 所有人都会变成 帽头鹰脑袋的怪物 后来这个研究所 发生了严重的泄漏事故 芳伯尔兹 便在这之后彻底消失 龙帮总算明白 伯爵为何要偷回芳伯尔兹 这个变态或许到现在 都还没打算放过他 最后所有猫头 都只向伯爵这边时 前行情长的得力助手 奥斯卡却死了 他对前行情长 有一种病态的崇拜 这份感情 已经逐渐变得有些扭曲 他羡慕芳伯伯尔兹 与前行情长的权色交易 嫉妒导致他 伪装成芳伯伯尔兹 进行犯罪 他享受被前行情长 追逐的刺激 甚至后来 在一个神明猫头鹰表示 可以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以至于奥斯卡 最终走丧了歪路 而丧命 虽然有些几乎自去 但前行还是想要替他报仇 最起码要找到奥斯卡的尸体 而记忆逐渐觉醒了 风伯尔兹 也想起了关于伯爵的过去 近些时间 世界各地不断有少女 莫名失踪 虽然警方认为 这不是连环性质 但风伯尔兹 却抑郁点醒了前行 所有被诱拐的少女房间里 都会有一些 猫头鹰装饰品和绘画 提到猫头鹰 前行突然意识到 越往深处走去 风伯尔兹的脑袋就一发疼痛 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 数不清的风伯尔兹人偶 风伯尔兹忘却的记忆 已经被伯爵彻底唤醒 前行也在这个乐园 捡到奥斯卡的人偶 只是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看到前行 也能毫不犹豫地攻击 为了让真相大白 前行也能留在这里拖住人偶 风伯尔兹则继续按照记忆中前进 他来到一座宫殿 猫头鹰伯爵就坐在王座之上 巨大的恐惧 瞬间让风伯尔兹颤抖 哭泣 就让他即将被恐惧吞噬时 努邦的声音就突然传出 原来 他也收缴来到了这座乐园 伯爵要他杀了风伯尔兹 但他不愿意让一个绝世好女人失去 于是决定带风伯尔兹走出来 在努邦的鼓励下 风伯尔兹逐渐摆脱恐惧 他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向伯爵 那面前的伯爵 其实只是一具尸体 努邦也早就料到 真正的幕后黑手 另有他人 所有监控 唯独一个房间是黑色的 在努邦的待定下 他总算见倒了幕后黑手 一个浑身被插满管子的少女 原来真相并不是风伯尔兹认为的 他过去的那些记忆 也是被人篡改直路 伯爵在当年 确实选中了 研究负责人的女儿艾莎进行实验 在这之前 他抓了世界各地 不知道多少少女进行研究 可还没等实验成功 他们就被这世界彻底抹除 之后伯爵带着艾莎 和一些轻心逃亡 而艾莎的父亲 则以意外事故为伪装 被杀死 伯爵没有停止这个实验的进行 反而变本加厉 一切只为了创造出 属于他伯爵一人的圣少女 用来做实验的少女 在得到正确的结果后 都会在艾莎身上操作 最终导致艾莎以时障碍 从此我闯不起 后来伯爵逝世 这个实验本该终止 结果艾莎竟独自继续 这个篡改记忆的实验 他身后的大型计算机 可以让棱偶执行众多命令 他对于他人的人生 充满了狂热的执念 所以艾莎想要知道 谁能成为依托他的化身 他把自己的记忆 直入到少女们的身上 想要检查他们将会 毒喝活下去 所有少女都无法忍受 对伯爵的恐惧 而选择死亡 唯独以女仆身份 潜入伯爵承报 使独偷窃的风伯儿子 没有发疯 反而过气的 潇洒自由的人生 风伯儿子成为了艾莎的化身 最后他曾经在 所欺奔的路过的人生时 他发现风伯儿子 竟是将被植入的记忆封印 这样的情况 不是他所期待的 所以他要重新唤醒 风伯儿子被植入的记忆 要让风伯儿子 陷入无尽的折磨中 饱受煎熬 而让艾莎更没想到的是 风伯儿子的偷盗生活 不是在被植入记忆后 将它封印才这么做的 而是以前的风伯儿子 本来就是这样的生活 换句话来说 艾莎所做的一切 根本没有影响到 风伯儿子的人生轨道 他就是他 名为风伯儿子的女人 风伯儿子的过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能就是个谜 这个东西或许永远 都不会有人知道 就像鲁邦追不到风伯儿子 个人永远 都不可能毕业一样 而一直以来 作为不是人偶出现的猫头鹰 则是艾莎的母亲 他想要让鲁邦 杀死风伯儿子的真正含义 其实是希望鲁邦 能让这个故事停止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示好 只能以为遵循 艾莎所想的去做 从而让这个故事 变得一团糟 他作为艾莎的母亲 从没有在孩子面前 展现过身为母亲的温柔 如果离开这台机器 艾莎就会很快失去生命 身为母亲的她 宁愿看着女儿痛苦地活着 也不愿亲手帮她解脱 想让艾莎看到 期待中的生活很简单 出去看看吧 风伯儿子和鲁邦带走了艾莎 自由的风伯儿子 在艾莎生命最后的时刻 让她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明明可以给艾莎 一个痛快成全 可风伯儿子却认为 这才是最好的离别 至此 明明为风伯儿子的女男的故事 就这样暂时结束 可五十十专对风伯儿子的喜爱 并不会改变 鲁邦对风伯儿子的追求 也不会停下 前行经常抓捕他们的行动 也能会继续 资源大界的全新生活 也才刚要开始 在最初看这部动漫时 总以为是豆翻但原剧 到头来发现 竟是一个整体 在不少人心中 完全称得上是神作 毕竟整部故事的逻辑性 是正常的 只是如果要细说科学性 就很难解释 但我还是好奇 五十十专和在推理动漫中的 超级赛亚人 清吉珍 到底谁更强呢